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说相对这个月的高位是4号的22523点看起来 这个月的波幅已经要2339点 当然这个波幅不算少 而且这个星期股市内积的跌股也不算少 所以在低位的确是有一部分的买盘出现 股市当然是出现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其实今天指数曾经一度是倒升27点到20709点 现在是下午的3点20分左右 暂时指数还是在2600点左右进行一个整过 当然一点点的反弹我觉得是很正常 因为在过去这几个交易店股市回调的幅度是比较明显的 可是要是怎么样大幅度上升的话 我觉得暂时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毕竟一中心经济股份 包括成信 阿里巴巴 美团点评 股价都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迷的 由于他们在韩正水度均的比重差不多23% 要是他们的股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反复的话 单单看那个指数是很难大幅度上去的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 还有经过了今天的进一步的回调之后 股市已经把3月17号遗留下来的上升的裂口 差不多全部补回 不过还有一段还没回补的 就是20120点到20184点 当然这64点的上升裂口补不补 根本不重要的 因为现在指数在20600组合水平进行一个整过 可以这样说 暂时来说好像是有一点点的维稳 毕竟在2万点左右水平 还是有一点点的支持的 问题就是指数不管是怎么样 现在还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说真的 这方面一天没有改善的话 等于说整个股市还是会有机会在进一步往下寻找低位的 还有移动线方面 现在的那个排列是250点线 150、20跟10点线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下调的谋涉 所以变成来说 暂时很难去改变这个大的方向的 只是在2万点左右水平 错误来看还是有一点点的支持 不过大家要小心 要是股市在未来一段时间 要是进一步回补3月17号 遗留下来的还有一点点的上升流口的话 等于说指数在那个时候就会下施2万点的支持 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总的来说 今年股市是从2月10号的高位25,050点 回调到3月15号的低位18,235点 然后就反弹到这个月的高位 4月10号的2万2523点 要是从这一分钟回调下来的话 第一可能就是18,235点 是这个跌浪的这个左边的脚 股市未来的时间是会寻找那个右脚的 右边的脚到底是18,500 19,000还是19,500 大家不知道 反正最好就不会低过18,235点 这样子看起来 未来股市还是会进一步收压的 所以暂时来说 就算是在2万点左右水平稳定下来 我们还是稍等一下就比较好 因为一种新经济股份 暂时来说走势还是比较偏远 所以任何的布局 我觉得也不要太急了 反正买一点点当然没问题 买多的话 我还是觉得应该小心一点点比较好 好 好 谢谢观看